他凭借自己强壮的体格和丰富的捕猎技巧 站在了动物界食物链的最顶端 而坊间就有一句话叫一物相一物 老虎也是有对手的 传闻一种名叫镖的动物就能轻松杀死老虎 可以轻松杀死老虎的镖 它到底长什么样呢 下面介绍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 有民间传说 镖是为老虎一胎中最弱的那个幼崽 因为体质虚弱会被母虎遗弃 往往会被其他猛兽吃掉或者动恶而死 不过一旦存活下来 这种在恶劣环境中生存下来的小老虎 会异常的凶猛残暴 甚至会回去击杀遗弃 它的母虎和被留下呵护长大的兄弟姐妹 这个就是镖可图虎的传说 所以老虎一胎中最弱的那个幼崽被称作为士镖 它们往往在体型上会偏瘦小一些 而且它们和自己的母亲完全不同 身上没有霸气的条纹 取而代之的是灰白的毛发 所以它们一生下来就是被抛弃的 从小失去照顾的它们大多会在年少时夭折 不过有一些彪是靠自己顽强的意志存活下来 存活下来的它们非常的冷显残忍 可以轻松杀死老虎 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是 彪根本就不是老虎生的 而是亚洲金猫 如今这种动物在我国仅存三只 不知道大家对于这种动物有什么看法